Hello 大家好 我是家聰 連續兩天拍Vlog 大家如果留意我的IG 應該知道早前我就迷上了 這個氣窗前陣子就跟了 戴文去那些IPSC的窗會看看 他們跟我說今天他們有 一個是兩個會之間的聯賽 問我有沒有興趣過來 參觀一下拍片 我也有點興趣 所以今天就想過來 特地叫我們 喂 喂 特地叫我們阿泰在一起 他好像有點興趣 我不知道是不是 正常 我們就吃個早餐 接著就去看這個IPSC的比賽 看看可不可以把阿泰拉到坑 很多 很多進坑了 我覺得我應該做Sales 這條路都是我以前 上學必經的一條路 你有上學的 有上過 小學的時候都要上學的 很懷念 說真的 小時候上學 經常會 有很多 認練以來 很多都是學生 經常都會看到 很漂亮的女生 我想說本來想著 這次來拍幻窗 結果變成一個回憶之旅 剛剛那個停 就是以前放學 我們就在那裡玩 哪裡有停的 黃色的 羅紀元那裡 挺荒蕪的 我們還撿到幾多棍 然後我們藏起來 放學就在那裡 互相拿著棍 吐來吐去 你沒有讀中學都好 前面就是我以前的學校 我最喜歡這間學校 但是我不會說 他不是 他做了一種 不是只教你 那個 知識 不是 OK 那我們現在就 要等十點鐘 十點鐘 各位朋友就會 簽我們上去 來了 來了 現在給大家看看 我之前也上過一次 這裡就是他們平時 練習的地方 我所知就是 現在就上去天台 就是他們今天比賽的地方 我們會分好一組組 之後我們就會去 每一組所屬的場景 讓他模擬一次比賽的時候 他應該要做的事情 他們在量度自己的計劃 是不可以拿槍 隻手可以做像這樣的姿勢 瞄準 或者去量度一下 那個計劃 到底那個次序要怎樣打 所以其實次序是可以自己去 定的 對 次序這件事有快有慢 最重要是 適合那個 斜手運動員用就可以 我們通常都會有 參馬 即是用來計時的一個標 運動員聽到這個標聲 響起來之後 然後我們就射擊了 他剛剛才走過的目標 裡面會有一個白色的 我們叫做STOP PAY 打向他之後 射擊就會停 我們就總結了分數和時間 我們就得出他的名勝率 又說說了 在PSC裡面 一隻紙把有兩個要做的東西 這隻紙把 背面是可以射擊的 另外 背面白色這個 通常都是人紙把 即是不能打的 打了就會扣分 明白了 我現在看完他的講解之後 我的手指好像張國榮一樣 看到嗎 開始震了震了 你想打飛機 請你 是 話說剛剛看到有位參賽者 就知道槍突然有些問題 卡住了 因為他們要馬上幫槍急救 真是超快 真是急救 他們跑下去了 我們現在就慢慢走下去 看他們急救 是拆好但已經知道什麼問題了嗎 大概都猜到是什麼問題 那現在就要 試試它 打雲尼腩味 雲尼腩味 打中你也有些味道可以 試試看 其實我們的汽水是冷凍氣體 如果我們的蛋夾太冷 是有機會影響到它的正常運作 所以我們把蛋夾 吹回它 暖暖地 或者變回恆溫 或者常溫 它的發揮就是現在這樣 現在我們可以看一看他們 這個比賽平常用的槍 我現在就簡單當是 世界諾 科普哈 其實我們在玩具槍裡面的 IPSC 就普遍會有三種到四種 第一種就是 公開組 以這支槍為例 公開組 有什麼東西可以加上去呢 第一可以加快速瞄準的不點鏡 然後可以安裝這個快速上筒的拉桿 改的形狀、尺寸設計 是完全沒有限制的 標準就是有什麼東西不行 其實我們對比一下 標準跟開組的分別就是 我不可以安裝鏡 也不可以有這條俗稱鏡橋的東西 這個快速上筒的拉桿都不可以加 變成後進聲 然後前面的窗頭 這個也是不可以加的 基本上這個就是什麼都不能加的 對 但是你說裡面的內式 或者外觀上的所有件 是可以使用的 然後現在就到了 製造型 就是原廠組別 原廠組別 普遍我們IPSC 這個運動裡面 多數都有兩款窗 HIGH CAP 5.1 那 那 製造型 最主要就是 外觀是完全不可以改的 嗯 那裏面呢 會有少量的 少量的改裝 另外一款呢 就是 Glock 而Glock 也是比較普遍的 那原廠組普遍就會是用這兩支窗 去進行比賽或者進行練習 另外一個就是Classic Classic 就是經典製造 主要是用M1911 這個組別在澳門 暫時就 未多人畫 可能就希望日後會多些人畫 算是最熱門的話 就一定是Standard 和Open 因為什麼東西才會打Open呢 第一可能 它對於前後晉升的眼睛聚焦 或者Focus不夠 這樣可能會轉Open 而另外一件事就是 它的打法 它的打法 或者是它本身 自己的心態 說我覺得拿Open 拍得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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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就喜歡選Open 但實際上 它打不打到這件事 我就覺得這件事 就是它自己去選擇 自己衡量 但如果這三支的價錢 大概是哪支是入門OK 那 主要入門 其實主要入門 都是買回原裝槍 玩的 其實可能你在店鋪買的話 可能都是千多元 以上 然後 蛋夾 其實也是兩百元一隻 那個 我們掛在身上的裝備 再跟你說你就在搶這件事 這件事你一定要容有 這套裝備 有什麼呢 有槍套 快拔的槍套 快拔的彈甲套 還有腰帶 那一套 可能你是預計 可能是 Mixman 一千元 內 已經是 一套 然後 槍 可能是槍一枝 約乾淨彈甲 其實可能 三千多元 差不多 上個體驗活動 試一下究竟 是否真的喜歡玩 對 就是 再體驗一下 但體驗不到 因為 說實話 其實我第一次看到這個 是有點害怕的 因為加蔥 一去到去到 他拿東西瞄著我 我第一次 是不對 對 加蔥那些 是啪啪啪啪 這樣 很震驚 我真的覺得 好像有生命危險 生命受到威脅 那種感覺 空間小的話 其實聲音也挺大的 對 他那間房間的聲音 他就 嚇一嚇 但今天 看到現場的感覺 又是不同的 可能現場會比較開闊 還有這些 還有大家是專業的 對 那種感覺 我個人不同 對 對 那種 那種 大哥 我真可憐 你這樣才知道 還有 我剛才上次看到 是一種反差 大家都很和善 對 準備 出來 原來就已經 這樣 那種反差感 又覺得很有型 還有你們那個 有個鼻鼠掌 那個馬味 對 那個馬味 再加上鼻鼠 一走出來 氣勢已經不同了 不知道怎麼說 總之我在這裡 濕濕地動 那種感覺 真的濕濕地動 去去去去去 身邊就是澳門氣槍 實用射擊大聯盟的秘書長 Walens 你好 沒錯 剛才我們也有看你的比賽 是 很有型 不要這麼說 真的嗎 有多少歲 我今年五十四 五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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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之後 已經是撞年組 我已經入了撞年組 四年 那三十到四十呢 五十之前 都十八歲 到五十都是一個 屬於 明白 那Walens還做多少年 我也十幾年 十幾年 是的 也十幾年 當初為什麼會接觸到這件事 當初也是因為這裡 我最初認識 這隻槍真的從氣槍開始 因為知道有這個會 認識我們會長 先玩氣槍 然後再玩實彈 現在就發燒 那我跟他講 實彈和氣槍有沒有什麼分別 最大分別就是那個後座力 因為氣槍始終是氣動的關係 你所需要的體力 手臂控制槍的力 就不需要太大 但是實彈 因為那個後座力 始終是爆炸性的火藥 所以就要很強勁的臂彎 去壓制自己的槍 令到你那個準繩度提高 因為我最近就 之前不是剛剛開始玩氣槍 是啊 歡迎 我想到接下來可以了解 這個IPSC 過來體驗一下 但我想問一下 如果要從IPSC 轉到實彈 中間的時間 要多久 還有什麼步驟 我想步驟是因人而異的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在氣槍的規則 和實彈的規則 幾乎是一樣的 所以如果你想縮集規則 就先由氣槍開始 所有手勢 口令 知道了 那去實彈 就完全是很順理成章 靈銜接 這樣就可以打了 明白 那要什麼步驟 首先要有澳門身份證 另外就是 當然要有會員推薦 審查你的背景 簡單來說就是 你的背景要清白 我們入會就一定要 拿行為止的 那我也可以 我背景也清白 我是思想污衛的人 所以可以 這個不影響 那我由於真槍之後 我就很有型 就是我由於真槍 在把場那一剎那是很有型的 但是真槍就不會讓你帶回家 真的不會帶回家 不行的 因為在政府的法例 所有的槍械和彈藥 一定要放在槍械科 就是警察局幫你看著 我還打算可以帶回家 我當沒有蛋也好 譬如老婆叫你洗碗的時候 就放槍在桌上 你再說一次 真的不可以這樣 可以的 所以要棄槍代替 我相信很多人玩這個 有很多不少 受到槍械的電影影響 沒錯 十個有十個都是 所以都想知道 實彈一點 我看到張國榮就在家 放在家 原來我們 我不知道其他地方 澳門就不行的 是澳門不行的 那就沒辦法 大家可能都要乖乖地洗碗 如果太太叫你洗碗的話 可以的 可以的洗碗而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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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開始拿槍來讀我 你以為這次過來 只是讀我嗎 天真 超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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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只是澳門 因為要我所知 好像香港有少許不同 剛剛跟我們聊天 好像剛剛跟我們聊天 剛剛跟他們聊天 其實澳門玩槍 其實挺正的 其實那個條件是挺寬鬆的 而且好像門檻又低一點 子彈 澳門也便宜一點 所以就是這樣 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再見 拜拜 大家看完片 就記得留言 分享和訂閱了 拜拜